一村之力连续14年举办全国性股丸交流会 特色经济生机勃勃 这等于几千块钱的个生意 所以是现在的生意不是太好做 从地下交易到专业市场 是什么成就了张岚股丸第一村 当时我们有十几个人 在这里打断里边 啥脸的就搞这个市场 铺漏的时候一个人赚了500块钱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农村的特色经济之路 山西借修有个张岚村 到今年这个村以一村之力 已经连续举办了14年全国性的股丸交流会 被称为股丸第一村 在这样的氛围中 张岚村有大约40%的家庭在经营股丸 北京的潘家园 省城太原的各大股丸城 都少不了张岚人的身影 这个张岚村是怎样一步步把生意做大的呢 每逢星期五 宁静的古镇张岚便喧闹起来 一大早 村里人便纷纷将自家的宝贝拿出来 在镇上的古丸市场前占据一块位置 接待山西各地前来赶集的淘宝者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我是太原 太原 为什么到张岚这边来 因为张岚这边的东西比较古朴 张岚镇总人口5万人 其中超过3000人经营古丸 400家店铺分布在镇上的四个古丸市场里 早在明清时期 张岚镇买卖古丸已经有小北京之称 借助山西晋商财富的积淀 民间收藏一直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后 村里诞生了第一代古丸从业人员 那时候 今天等地时常有人前来淘宝 再转手高价卖到广州等地 几年后 这支队伍里又多了港台和新加坡古丸商 那时的张岚村已经成为中外文明的古丸集散地 王增山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 张岚湾的第一 张岚湾古董就是接近40年 供销贺度设施那块 我还小呢 那块就是七八岁吧 在父亲的影响下 王增山初中毕业便开始收购古丸 成为了村里第二代古丸从业人员 但是由于古丸与文物之间长期的界限模糊和法规之后 张岚人的古丸生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 一度处在半地下的状态 2000年 张岚村党支部书记宋盈年 牵头建起了一个有50间商铺的古丸城 有村民逝着搬了进去 随着生意渐渐红火 次年 村里建起了第二个古丸城 40间商铺被村民一抢而空 也就是在这一年 张岚村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秋季古丸交流会 曾经繁华的古镇再次因古丸生意红火起来 头子就是200多 起码有白红子四社都是温暖级的 但是通过这个2001年 私产的这些收产的热足以后 首先就举办了第一届秋季交流会 到05年 吉本花起来 如今从事古丸行业的人越来越多 民间的老东西也日益稀少 收购古丸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 对于过去辉煌时期 曾经收购过的一些精品 王增山至今仍念念不忘 那是九几年吧 我其中卖了一件 就是乾隆的那个玉瑶出的那个法兰采的 光瑶瓦 是八角的 那个苔吧 就是顶多就两层子这么厚 一百八百的可能是 卖了两千多吧 两千多的 当时挺着心 但是挺着心 应该现在那个碗 这个几千碗差不多 这个瓶线就最漂亮了 你看它那个光 老百姓以前插的一些东西 有的它插在那个炕里头 有的插在墙里头 吴正国今年53岁 是张兰村第二代经营古玩的村民 当记者见到他时 吴正国正在接待来自太原的客户 你看我这叫个 怎么叫 那汉子 剩下那些汉子 这批银员是吴正国刚从外地收购回来的 均为上世纪民国时期发行的钱币 印有袁世凯头像的俗称袁大头 印有孙中山头像的俗称小头 四川银币则俗称汉字 其中大头收藏价值最高 也是客户想要收购的部分 而四川银币由于收藏价值低 这一批的品项又不佳 因此客户不想收购 但是吴正国则坚持所有银币一起卖 不好就是那不好的价格 这孩子的你好难送 僵持了许久 吴正国发现客户依然不松口 为了达成这笔交易 吴正国不得不拿出了 之前自己收藏的三枚价值 更高的民国八年发行的原大头 作为一起打包出售的砝码 这就是八年的我也给了你了 总共的是三百块 八年的能定三年的两倍的价 原来我现在留下这三块 你看这搞不下 现在没机会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 吴正国终于达成了这笔交易 最终成交价为十七万两千六百元 交易成功后 吴正国告诉记者 这笔交易的利润只有几千元 像刚才这个生意 我总共那个淘宝钱就是十六万多 那个十七万多 那就等于几千块钱那个生意 所以是现在的生意不是太好做 和张兰村大部分村民一样 吴正国也是初中毕业后 便开始外出收购古丸 在他的眼里 古丸不是收藏品 而是谋生的手段 因此几十年来 尽管收购了大量古丸 但是大部分到手的古丸 都会很快找到下一个买家 真正收藏的东西并不多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个收藏家嘛 那就是 还是靠这个说实话 做点生意 吴正国告诉记者 像眼前的这种黄花梨笔筒 上世纪九十年代 他曾经一下购买过七八个 转手便以每个几百元的价格 卖了出去 九十年代的时候 买早餐的那个摊上 擦筷子的都是这个笔筒 那个时候东西太横了 好找了 那个笔筒 但是那是三十几公分了 现在应该只 哎呀 起码是一百五二百万 我才买了三百块钱 近些年来 古玩自画等藏品的市场 越来越活跃 收藏古玩 也成为许多人 很喜欢的一种投资方式 在这样的收藏热中 张兰村找到了商机 那么张兰村的村民们 是怎样收集到各种藏品 来进行市场流转的呢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王增山今年四十七岁 初中毕业后 他便开始在张兰村附近 收购古玩 至今已有三十年 时间长了 附近的村里 哪家哪户能够收到宝贝 王增山的心里都了如指掌 记者跟随王增山 来到了平鸟县南正乡 侯锅村 王增山已经是这里的常客 村里谁家收到了古玩 都会让王增山过来看一眼 眼下村里刚有人 新收了几件东西 等待出售 盗管的吧 可惜了 这壶 又盖就好了 眼前的这把紫砂壶 尽管年代是老的 但由于缺失了壶盖 王增山没有看上 村民又拿出了一个小铜炉 落款为大明宣德年 王增山认真查验了一番 却断定东西是新的 没有收藏价值 哎呀 两样刚收回来的东西都没有卖出去 这下村民有些急了 最终他又拿出了一块山西票号的印板 这下终于吸引了王增山的注意力 村民一边夸赞上面的雕刻如何精美 一边开出了三万元的价格 东西是老的没问题 东西 蓝线票号的 嗯蓝线票号的 就是太贵了 这个上面这个八仙 嗯 这块印板为山西蓝线票号 保存完整 雕刻也很精美 但是在收藏界 蓝线票号的名头 却远不如平遥 郁声昌等票号来的响亮 因此王增山打完了许久 依然没有下定决心入手 不过两万差不多 不过两万就舍不得 有点舍不得 那东西太少 东西好 嗯 最终交易没有达成 不过王增山并没有打算空手而归 在村民的带领下 王增山又来到 另一位村民的家里 村民从柜子里 拿出了自己收来的藏品 王增山看中了 其中的一个小挂件 然而在仔细查看时 却发现 这个挂件有磕碰 你看 这这这个 这个卖卖叫 这一千万 啊 为了节省时间 每次王增山外出收购古玩之前 都会通过电话 确定谁家又收购到了新的宝贝 离开这里 王增山又马不停蹄的 赶往下一位村民的家里 穿过厅堂来到后院的客厅 里面摆放了大量藏品 这位村民的收藏 以陶瓷和字画为主 王增山选来选去 看中了一幅 福禄寿三星图 思考了半天 王增山依然没有买下 眼看着天色已晚 王增山今天只好空手而归 做这行也不好做 这事情是可遇不可求 不是说你每天求就能求下 都是可遇不可求 你说今天没有 他瞧瞧碰上 你说你今天先找就是没有 在张蓝村 在张蓝村 所有做古丸生意的人都得像王增山这样走村串户 他们告诉记者 他们并不怕辛苦 最担心的是不小心买到假货 最初收购古丸的村民们 由于知识欠缺 几乎每个人都有收到假货的经历 我赔钱最多的一次是九六年 一批瓷器 其实我也不懂 但是有朋友 先信朋友 听他的就一起买下了 结果回来以后都是房货 当时那批花造型 那批总共花了五万 赔的最多的一次就是八千多块钱 买下新东西 别人还造的 当时看不出来 但是还是眼里不新 五光辉的家里至今还收藏着一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买回来的假货 当时他花了八千五百元 买下的这个青铜饰品 这八千五百元占到全家总资产的十分之一 没想到回来以后发现 是一件现代的房货 这个是一个铜器 是我二十年前买的 他八千五买的 但是他是个新货 是个新货 是个华品 现在随着张兰村村民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日渐丰富 收购者们目前更为注意的是 古丸来源是否有问题 梁世生就因为受到别人盗窃来的古丸 而遭受损失 他的家里收藏了大量清朝到民国时期的石调 十几年了梁世生一直舍不得卖 由于喜欢石雕 多年来梁世生收藏的这些石谷石石等 只有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才会卖出几件 然而就在几年前 一批石谷却令他惹上了不小的麻烦 这次事件发生以后 梁世生的收藏变得更为谨慎 来路不明的石谷也不再收购 这样的教训 张兰村做古丸生意的村民都多少经历过 经过了多年的历练 这样的情形已经极少发生 连续走了几个村子 都没有收到满意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 王增山准备在张兰古丸市场里逛一逛 张兰镇有四个古丸市场 大到瓷器小到百价 各式各样的古丸五花八门 王增山告诉记者 张兰的古丸商喜欢和同行们交流 在这些店铺里 有时也能淘到一两件精品 这多钱 八千 八千太贵了 在旁边一家店铺 几件小玩意儿 引起了王增山的兴趣 这对小瓷罐 是过去用鱼喂鸟的鸟石罐 虽然是民国时的产物 但是保存完好 这对银戒指 则是民国时期妇女的首饰 两对藏品 老板出价三千元 最终王增山以一千二百元买下 逛了两天 终于买到点东西 王增山成姓 又到张兰村里碰碰运气 在村民梁世民的家里 一对四方瓷品 令王增山爱不释手 四面花纹环绕 是过去富贵人家的装饰用品 尽管有一些小的磕碰 但是王增山依然想收购 十八万 十八万 就是稍微 稍微有点小磕碰 这儿有一点 这儿还有一点小磕 这个十万以下能谈吗 不能谈 最终王增山只以一千五百元 购买了一个光绪珊瑚用苗金笔筒 王增山告诉记者 这两年 谈完生意不像过去那样红货 因此大件的东西 除非价格合适 自己已经很少再收购 免得占用资金 去年买了一堆大瓶 这么大的环瓶 这个东西在家里头搁着 那个应该是十七万买的 别人只给提十五万 你要想古前两年就提 前两年应该卖到二十五万左右 看来当地民间得天独厚的古玩资源 耳濡木染的收藏阅历 以及从祖辈那里继承的商业天赋 成就了张兰村的古玩生意 不过我们也看到 民间古玩的收购已经是越来越难 精品也越来越少见 这些都是困扰张兰村的难题 他们该怎么突破这样的困境呢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 从前面的节目中我们看到 张兰村从事古玩生意的名气 越来越大 但是张兰古玩市场的发展 并不是一帆风顺 而面对新的挑战 他们的突破点又在哪里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张兰镇下辖三十一个行政村 从事古玩行业的村子近一半 其中人数最多的便是张兰村 上世纪九十年代 是张兰古玩业的黄金时代 那时民间几乎家家都能收到古玩 来到张兰买古玩的客户 也是络绎不绝 然而当时国家对于民间古玩市场 没有明确的规定 村民们从老百姓家里收到的古玩 是否属于国家文物 买卖是否合法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张兰村进行古玩交易的村民们 却始终提心吊胆 一直到2000年 张兰村村委会在村里泰山庙旧址上 建起了张兰镇第一个古玩市场 谈到当年创建市场的过程 原张兰村村支部书记宋银年依然记忆犹新 张兰本来就有这个历史 他们有这个爱好 一开始就是业家糊口都参与这个事情 可是因为当时那个政治比较严 有的比爪了 有的东西被没收了 为了能够让张兰的古玩市场发展下去 2000年当时的村委会决定 参照北京潘家园市场和太原的古玩市场 在张兰村修建一个古玩交易市场 消息一出便得到了村民们的大力支持 当时我们呢有十几个人吧 在这里大队里边 三连的就搞这个市场 铺漏的时候 一个人捐了500块钱 说古玩高兴了 厂地 这就是咱们村委这个原来的一个空厂地 当时的资金 那就是村委多反面丑措 多反面丑措 这体脑也不放 我们俩个人的记忆不放 市场建了起来 但是由于当时民间古玩交易缺乏政策支持 张兰古玩市场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 甚至连名字都不敢带有古玩两个字 当时进啊 咱们刚成的市场 我认为静听静的 令到我们也是听消息静成的 就本来替下这个古玩 咱们办的一个年车 就是张兰民间古一平市场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出台 其中第五章 专门针对民间收藏文物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 或者依法转让受到保护 此后张兰古玩市场逐渐发展壮大 2004年村里正式启用张兰古玩市场这一名称 并沿用至今 如今张兰镇有四个古玩市场 店铺合计400家 古玩从业人员多达3000余人 年成交额在20亿元以上 古玩市场的发展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全镇的人均收入是10240块钱 但是从业人员比较多的村 人均收入要比全镇人均收入平均水平要高一些 像张兰村的话就可以达到189左右 不过近两年张兰的古玩交易也有所向华 为了应对当前市场交易不景气的态势 届休市政府正在帮助张兰镇打造一个新的古玩城 希望能够通过资源整合带动市场交易量的提升 我们发动一个民营企业叫投资两个多亿 我们政府又给下条解决了200亩的战地 建了一个5万平方米380多经营户 这样一个新的古玩城 解决后市场规模效益的问题 另外我们还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市场管理委员会 让它既有实现市场的自治 还有实现行业的自律 为了支持张兰股玩市场的发展 借休市也推出了多项扶持政策 市政府财政专门创立了一项 叫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我们每年连续财政预算 那么这个项目我们大体上扶持了1000万 与此同时我们还把这个土地收益地方所留部分 作为支持项目 财政同等给予支持 节目看到这儿 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触 那就是相关法律带给了张兰村经营古玩的底气 其实对于张兰村这个特色古玩经济村来说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没有放开手脚的 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权力的边界不清楚 什么可以交易 什么可以拍卖 人们并不十分清楚 在谈起古玩交易的时候 人们往往规模如深 一直到200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版出台 才明确的赋予了民间合法交易古玩的权利 这才释放了张兰村村民的积极性 看来主动作为完善管理 明确其中的权力边界 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力气 也是市场健康运行的保障 从这个角度来说 文物市场繁荣 是对其他行业认真借鉴 好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